換個角度看藍片 縮短三倍壽命 Hello 大家好 我是少年江流 歡迎來到全新節目 新藍潮 可能是港澳第一個為仇人而開的節目 之所以會做這一期 是因為上一條片豬八戒傳說 好不幸地過了十萬Feel 充分表現了大眾的低級趣味 你們的快樂是建立於我的痛苦觀影體現上 雖然很不情願 但是都是要找數 所以我一直都在準備第二期 但是去到中途我就陷入一個困境 我看了很多藍片 但目前未有一套可以超越豬八戒傳說 大部分電影的藍是平庸毫無亮點的藍 注定沒有資格好像鄭總一樣在歷史上流明 直到有一天我看到堵車這套電影 我被導演的後現代主義完全征服了 他絕對能夠和豬八戒過兩招 導演叫阿蓮 第六代導演的代表之一 所謂的第六代導演 就是以賈張柯、黃小碎、劉燕等一批地下導演為代表 如今他們個個都在國際電影節揚名立萬 而阿蓮導演都在這一批導演之中 雖然阿蓮導演以往的作品都沒什麼人看過 但是這套堵車充分表現了他個人的才華 藝術審美、展覽、賈張柯、劉燕等人 《倒車》這套電影的簡介是說 這套電影紮、愛情、動作、懸疑、奇幻和黑色陰謀於一體 力求打造一種全新的都市類影片 我覺得這個簡介完全不夠展現這套電影的威力 我覺得應該要這麼說 這套電影是紮、黑澤明、求比力黑、黃家衛等大師作品 和日本動漫和中國歷史於一體 改寫多線敘事模式突破藝術極限的後現代作品 電影還聚集了兩岸山地知名演員 有香港代表吳鎮宇、台灣代表陳志柏 以及內地代表孫海英夫婦和黎大雄、鎮容盛大 每一個演員都奉獻了他們從未有過的經驗表現 聽到這裏你們是不是覺得我吹得太厲害 我跟大家說一點都不誇張 我們現在開始看片 電影一開頭 導演就用了一個小學生電腦堂都不會用的粗製字題 去向觀眾交代電影的主題 你看看多麼有誠意 比黃家衛、杜其鋒這些從來不講主題的導演友善得多 雖然講了半天 但其實就是講車童人一樣有心臟這種反科學理論 然後拋出一個高概念 賭車就是賭心 這個食字假我覺得OK的 一開頭就是一場車禍 這種黑白色調遠遠超越了同樣風格的罪惡之城 在主角炒車後做手術的時候 導演開始展現他豐富的鏡頭想像力 突然間畫面跳到車禍現場 主角在撞車的時候 靈魂出竅 不單止 他的靈魂的靈魂 再次出竅 而且那個男生竟然可以看到他靈魂的靈魂 什麼東西來的 觀我和自我啊 下一個鏡頭就是一堆車裡面的CG特效 我覺得問題不是在於特效有多差 而是這個描述主題的文字 竟然還未完 我從來沒見過一套戲 竟然用了兩分鐘的文字去交代主題 然後下一段 終於可以表現阿蓮導演天馬行空的想像力 柏里沃街這套戲竟然是一套科幻片 所有的車全部在空中變狂做做飛車 那個主角叫發條 你老美你不叫發條慘 柏里沃街真的有個角色叫阿慘 怎會無端端出現了一個動漫人物 而且那個形象和角色完全不相似 你以為這樣就完了 NO 你老母是敬我 連歷史人物都出來了 然後又出現了一個人物 他叫花樣 我想下一個人物應該叫連華 屌那星真是連華 有什麼東西又不會給自己起個名叫連華的 我不更好奇 還會有什麼勁爆人物登場呢 Lolita 人家是未成年少女 不開車的 我頂起我肺 羅心門 你叫黑澤明見到情何以堪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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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恢復原樣了 我怎會想到 一部堅實題材 竟然用科幻片的形式去介紹人物 太超前了 太高概念了 然後 我們進入故事的第一片像 時間少於空間 速度於激情 雖然他拋了一個如恥哲學的主題 但我可以跟大家說 這個不重要 因為真是不關事 先是介紹了幾組角色 每一個角色都不知道他是做什麼 這個一休用電單車在供氧氣 這個什麼東西設定來的 他看著電視 電視播著追車氣 然後突然間 這兩架車這樣一飛 我就看了一個呆了 然後馬上畫面跳了去一個充滿蜘蛛網的廢墟 這個一休就莫名其妙激動了 然後剛剛開電單車的京哥就跟羅心門打了一個招呼 自首去吧 我知道你的秘密了 你的綠藻酒制毒系統就在你的救護車上 沒人比我更個決心拯救這個世界 這個說話說出來是非常奇怪的 通過對白我們得知 羅心門是大毒囂 剛才的紅色救護車是他擺毒品的地方 這個京哥應該是警察 而且還是一個私人 我們都得知 花樣和蓮華是兩夫妻 而這個蘿莉塔是花樣的小三 花樣一直想跟羅心門死過 然後那位阿慘就醒了 在馬路邊遇到羅心門 那羅心門想起他們兩個曾經的風花樹 接著就無端端發酵 不得不說 阿蓮導演拍追車戲是有一點水平的 你看看這個特效 每一條痕跡都完全展現了後製團隊是有造CG的 而車背景無端端加了一個比薩邪塔 為電影添加了一絲國際水準 然後花樣帶著一身手榴彈在馬路中間站著 阿屌那聲那麼誇張也沒人抓的嗎 這次這幾組鏡頭厲害了 他就用不同的幾種色調去表現人與人之間 去表現 去表現 我坐不下去 我都不知道他表現什麼 這次那一部分又很好笑 那個阿慘一開眼就見到一憂 眼唇都完全不需要確認一下 然後那條女的估計都是開大了 逼著羅心門一定要向左轉 還亂動方向盤 你看你看你看是不是暗狗呢 撞到兒子啊暗狗 然後阿慘逼羅心門去救一憂 羅心門就打了一個電話 叫速帝 然後突然間風格就王家衛了 不單止 導演還叫吳鎮宇 用他那個富有特色的國語 講了一段王家衛式的對白 王家衛對白雖然難明 但不會沒有邏輯 大哥 你駕車 你不肯需要眼 還有你雙眼在睡覺 混蛋 這裡跟大家解釋一下狀況 羅心門和阿鏟還有一憂在一輛車上 然後花樣和京柯在一輛車上 追緊羅心門 連華和蘿莉塔在一輛車上追緊花樣 這個時候 他突然間畫面談到 一般這些照片都是預視故事開始轉折 會發生什麼事 結果是沒有事發生的 他們那把仆街在玩狂野時速 然後就進入了第二仗 時間大於空間 你前面明明是說時間少於空間 那究竟是大於還是少於 第二仗一開頭是一段P.O.V鏡頭 慢慢潛入一個女生的家 令我想起以前有一款遊戲叫美恆 各種MV式的鏡頭 比阿鏟有一個大特色 相信導演應該是很喜歡這個女演員 然後下一個場景 交代了一憂有心臟病 於是他用電單車 自製了呼吸器來維持生命 我是很想知醫學界見到這一段是什麼心情 他利用了幾十年時間去改善醫療設備 撲你去街裡的單車就搞瘋了 那這裏交代發條是富二代 他自食其力開了一間速遞公司 叫懶暴力 因為愛比死更難 我想說愛都未夠懶 你起這個名才會懶 然後他強調 毒品 金錢 軍火 堅決不送 我想說發條哥 你是不是傻了 哪家出帝公司不是這樣 還需要強調 接著還有這個羅心門先生 他是一個環保主義者 所以他教毒品是為了環保 整套戲看到最後我都未搞明白 他販毒和環保有什麼關係 總之這三條仔就愛上了這女兒 看來導演真的很喜歡這位女演員 首先第一個出手的 是我們羅心門先生 羅心門喜歡這條女 是因為他生得好像自己的亡妻 羅心門和阿橙本身在講環保 說著說著 突然畫面一轉 兩個人就突然開了起來 畫面是激都迷幻的 但導演仍然不滿足 下一場直接帶阿橙去製毒廠 這次出現了驚人的一幕 美人魚 蝴蝶 蜘蛛 豹女 還有這個是什麼 萬聖節派對都沒有你穿得這麼肚子 人家騙大了是上太空 你騙大了是看鄉村晚會表演 然後他們就跟這班奇珍異獸在醉心夢水 踢完之後 可能是這個阿橙覺得不夠厚 就跟羅心門吵架 然後落了車 然後就被車撞了 而且他被車撞那一刻 山條仔好像心有靈犀那樣 全部看了過來 誰知這一撞令到阿橙又騙了 你看到他從空中飄到大海 表情是多麼滿足 當然騙的代價就是跌了做植物人 證明阿聯導演是非常有社會責任心的 除了給大家體驗吸毒後的畫面 還順便用案例奉勸大家不要電毒品 後面一拍都非常有意思 阿橙在醫院 羅心門想帶他去結婚 和植物人結婚 多麼浪漫 怎麼知道八條 憑一己之力 就在羅心門和他那班男人面前 搶走了阿橙 他不斷退 不斷逃 不斷退 不斷逃 然後 推了在一條隧道裏面 你就沒想過去找一輛的士嗎 還要在隧道中間 在基金無視交通法 由於故事的信息量非常高 導演的手法都過於高超 我個人覺得必須在此夢非夢的狀態下 才可以領會這套電影的偉大 所以 我就睡著了 而且睡得挺舒服 睡醒的時候已經出完了字幕了 原諒我不可以講完後半拍 希望大家親自去欣賞一下這套神作 Thank you 整整三年 發條對沒有醒來的橙子 每天都說這句話 我媽媽說 如果一個女人躺在你身邊 那你就是個男人 蛤 雖然故事沒講完整 但我真是盡力了 阿蓮導演注定是第六代導演最耀猛的存在 他和一般爛片導演最大的不同是在於 阿蓮導演是真是懂電影 並且有一定的觀影審美 所以他將自己所有喜愛的元素 全部融入在電影裡面 令人探為觀止 2010年 洛蘭的前輪空間在內地上映 引來一片好評 這套電影刺激了阿蓮導演 他覺得華語片 都應該有一套這樣的靈魂電影 所以他想拍一套大家看得明白 觸及到靈魂的好作品 我想說 阿蓮導演實在太看得起 我們這班失狗觀眾了 我們真的完全不夠level去欣賞這套戲 可能浪漫導演會喜歡呢 好了 因為我的仇人不多 所以最後一拍陪嘉賓一起看戲 我決定取笑 最主要是 我不想再見到這套戲了 今天就拍到這裡 如果你們有好難好難好難的電影 請留言告訴我 如果喜歡這條片 請like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記得把這條片分享給更多的朋友 因為不可以只有我一個痛苦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